我在图书馆借了一些给小朋友看的书 但是呢 原来一些给小朋友看的书 其实是需要大人的过滤 因为你不过滤的话 你不知道小朋友会在这些故事书 是学了故事书里面一些值得商榷的讯息 可能这些书是用水彩去画 是很吸引 很多动物 很有趣 但是有很多故事书 你稍微咀嚼一下它 你发觉不是那么简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故事书 《稠奇的面包店》 这本故事书就是说有十二兄妹 十一只熊仔 应该是十二只熊仔 但是最小的那一只 就是这一个女孩 她叫做Jackie 这个故事就是说 她们去做面包 还是做蛋糕 十一只熊仔 十一只熊仔 都是很亲爱这个妹妹 他们去做蛋糕 每个都很劲力 分工合作 但是 它这里写 最佳皮 最任性 不听话的 就是这个妹妹 稍後我先講這個故事是怎樣的 然後再講為何我覺得有問題 他們就說是學校的密密會就來到了 所以他們決定開一間麵包店 做一些很好吃的麵包給大家吃 講他們去果園那裏摘點士多啤梨 摘完一藍有一藍 看到很多哥哥他們都很勤力去摘士多啤梨 然後摘完士多啤梨之後 就去拿牛奶 拿牛奶之後回家就開始做了 搓麵團 下一些乳酪、糖、蜂蜜 攪拌勻 在這個時候可能都沒有什麼 但是看到每個哥哥都在這裏做事 唯獨是這個Jacky 就是在這裏坐在麵團那裏 可能有觀眾會覺得 吳小熙是不是想多了 那儘管太陽是不是想多了 做完麵團之後 這十一隻小熊就去了睡覺 剩下這個妹妹就沒有睡覺 她不知道在做什麼 做了這麼大個 這麼大個的士多啤梨南瓜麵包 不要問我為什麼南瓜麵包裡面有士多啤梨 總之是做了很大的麵包 但是不妙了 為什麼 因為在本書的左上角這裡 看到Jacky是一個跳板 沒錯 就是它即將要搗亂 果然一揭到下一頁 他跳了在麵包裡 跳了在麵包裡 那本書就說 那十一個哥哥 激到火無三丈 不過Jacky對這件事 完全放在心上 然後還跟哥哥說 不用擔心 他是可以靠自己去賣出麵包 但是麵包應該被他一跳跳下來 弄得很扁 而且還沒有人買 沒有人買 沒多久之後還下大雨 更加不用知道有人買 下了很久很久很久 忽然間 Jacky這個妹妹聽到有人說 我要買麵包 到底是誰要買麵包呢 原來就是他那十一個哥哥 他那十一個哥哥 就是麵包店的客人 這個時候 Jacky的本書說 又高興又覺得不好意思 終於哭了出來 即是叫做一個開心的結局 跟朋友一起吃南瓜麵包 重新振作 這本就是 結局的麵包店 那為什麼我覺得有問題呢 如果一個小朋友 他是 不聽話的話 那這十一個哥哥 是不是應該要 說個妹妹呢 即是你這麼任性 在搗亂 在闖禍 那 Jacky 妹妹呢 顧之然 她沒有說對不起 她一個對不起都沒有 她只是 本書交道說 她覺得不好意思 所以哭了 但是 另一方面呢 這十一個哥哥 這十一個哥哥 如果我不客氣地說 其實都是幾沒用 因為我覺得 哥哥呢 不是 哥哥是要做榜樣 從前的故事呢 是說 大哥哥或者大姐姐 是要做一個好榜樣 如果你看到小妹妹 是做得不對呢 你是要幫父母手去教他們 但是 剛才那本故事書看到沒有 十一個哥哥都沒有 由此也都看到 問題是出在這十一個哥哥那裡 多過一個不聽話的小妹妹 這十一個哥哥做些什麼 他第一時間 不是去說他們 不是去教訓這個妹妹 而是去扮客人 去幫這個妹妹收拾產局 扮客人幫他買 妹妹是沒有受到教訓的 妹妹沒有受到的教訓 他之後又是會有很多闖禍出來 又是這十一個哥哥去幫他 是想法治 越來越流行的教育 都是這樣 就是不用負責的 為什麼現在 那些小朋友會這麼難教呢 其中一個因素 我覺得是 家人沒有負起教他們的責任 或者在他們做錯的時候 好像很軟轉地說他們 甚至其實都沒有說 純粹是哄 父母或者大人 或者是哥哥姐姐 你不負這個責任 小朋友他們是不會去做這件事的 就是一條很短的影片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這些故事書 從這些故事書 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價值觀 相信跟好幾十年之前 是很不同 從前我們看 依索語言 其實它是有一些教訓 有些寓意在那裡 但是到底這些畫得很有趣的 給兒童去看的故事書 他的教訓是什麼呢 我肯定他的教訓 不是想有一個人 像我現在這樣 去批判他 他的教訓就是說 就算你闖了也不要緊的 只要你覺得不好意思 你哭兩聲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世界就很寬容你 尤其是你的家人 他一定會跟你善後的 我們是否想 小朋友在這些故事書裡面 得出一些這樣的結論 對現在不少大人來說 是覺得 對了 不要打擊他們的弱小心靈 不要打擊他們的信心 有錯都不要馬上說 就算錯得很離土 都不要說他們 他們慢慢會明白 責任心不在小時候建立 你覺得他們長大 去到中學 去到大學 他會不會忽然間 明白責任有多重要 不會 只會是一個推卸責任 是會怪 因為社會 因為家裡 因為誰沒有這樣教他 所以他就做出這些事 講到底其實就是一些大人 他們自己本身是一個弱者 怕小朋友承受不了 所以他就索性 完全不教這件事 如果你有小朋友家裡的話 你又跟他講過什麼故事 有沒有一些故事 你覺得就這樣看 好像沒什麼 畫得插畫很漂亮 但是你來不來 拿一本來讀一下 你覺得 好像有些地方不太對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故事 如果有的話 可以在留言裡跟我說一下 下條片再見